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的时候柳州出了一桩命案 01年5月份的一天柳州市柳南区一栋居民楼里边有居民报案 说感觉邻居朱某母女家似乎有点不对劲 往常的天天都能见着母女俩出来 但是这好几天没见她们出来过了 这怎么回事啊 邻居们还反应 有一天晚上得凌晨了估计 都睡着呢 就听见她们家也叮叮光光的 有吵架打骂的声音 从那天之后就再没见着母女俩 警方一听确实不对劲 可是到了这朱某家门前 那房门紧锁 从外边看没什么特别情况啊 得了吧 找开锁师傅过来 把锁打开进去看看去吧 等把这门一打开 推门一进去 眼前这一幕让民警都很震惊 首先 现场是无比的凌乱 这哪像个家呀 屋子里边被翻动的乱七八糟 看上去呀 像是遭到了抢劫 再往里这么一看 地上呢 有两个人 显然已经弃绝身亡了 一名死者是成年女性 另外一名死者 是个特别年轻的小女孩 两具尸体搏梗那儿 都有明显的掐痕 初步怀疑 这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警方仔细的勘测了现场 勘测现场之后发现 虽然屋子里边翻动痕迹很明显 但是 几乎所有能留下物证痕迹的地方 都遭到了人为的刻意抹除 刻意清洗 有的地方啊 有这种清洗擦拭的痕迹 所以说物证痕迹遭到严重破坏了 看得出来 这些事 那这都是犯罪嫌疑人干的呀 目的就是扰乱警方的侦查实现 这看起来是一个有作案经验的凶手犯下的命案 不过这案发现场很奇怪呀 哪奇怪呢 不光是案发现场物证痕迹被清理过 最怪的就是那两具女尸 通过调查和最终的身份确认 死者是朱某和向某 朱某是向某的妈妈 多年之前朱某离婚了 一个人带着女儿在这生活 这是单亲妈妈 案发的时候 小女孩刚满13岁 还是小姑娘呢 什么人竟然凶残到 连13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呀 刚才咱们说 两具尸体上面很奇怪 这案子最古怪的就在这了 那么哪古怪呢 法医尸检之后发现 虽然朱某和向某都是被掐死的 但是向某的死亡时间 比朱某要早几个小时 这太怪了 一般情况之下 命案现场发现的尸体 大部分死亡时间比较接近 就算是有时间差距 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呀 这差这几个小时 难道凶手是潜伏在朱某家 见到小女孩之后 先杀了小女孩 然后又等朱某回来 残忍的杀害朱某 那也不合理呀 如果是蓄谋已久的 那应该准备杀人工具吧 也省力气 成功率也高 怎么非得掐死呢 一来容易失败 不见得能掐死 二来还容易留下痕迹 难道他就不怕杀人的时候 被害人挠他一下 留下生物组织就能测DNA了 或者被害人 求生本能之下 力量迸发 原神觉醒 导致杀人失败 没准最后反杀他 实在不行 再不计了 大声呼救 邻居过来一报警 把他抓住 那很显然凶手不是虚谋已久 从这些现场情况来看 更像是临时起义 现场那么凌乱 似乎在翻找东西 警方在勘查现场之后发现 死者家里边也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了 不排除嫌疑人 翻找出来钱财都掳走的可能性 那会不会是入室抢劫被发现了 所以激情杀人 这才把对方掐死呢 这么分析有道理 但是 后续又有一个关键的信息点 又否定了这个猜测 朱某的死亡时间 比向某晚好几个小时 如果当时真的是有人入室抢劫 不小心被向某撞见 发生激情杀人 那几个小时完全够他处理案发现场了 再进行逃窜了 为什么要在这等几个小时 看来啊 分析来分析去 还是得抓着凶手 才能知道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场都被凶手清理过了 警方还能找到其他线索吗 案件侦破过程之中 咱们之前也说过一个概念啊 就是排除一切不可能之后剩下的那个 就是答案 就是百分百的可能性 虽然朱某母女二人死亡时间差几个钟头 现场也被人为翻动过 但是警方经过细致勘测和分析 排除了入室抢劫可能性 因为陌生人作案不可能在这等上几个钟头 无论是激情杀人还是虚谋已久 都不可能是陌生人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这个熟人是谁 女儿相某的人际关系网是比较好排查的 因为才刚满13岁 还没上初中呢 还上小学呢 认识的人也不多 认识的人呢 大部分就是老师和同学 根据尸检结果和现场勘验 凶手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从这一点上来看 相某的人际关系网络里面 不具备符合条件的人群 那都是12、13岁的学生 干不出来这事 也不符合嫌疑人的特点 那么接下来就得重点调查 朱某的社会关系 这朱某啊 在小区楼底下 开了一家发廊 他呢 全部营生还不是靠这发廊 他还对外放高利贷 不仅如此 朱某也有恶习 是个赌徒 沉迷赌博 经常混迹在各个地下赌场 发廊 本来就不是特别的正规 往外放高利贷 这也是灰色地带的买买 赌博那更甭提了 违法犯罪 干的这都是灰色产业 这黄赌毒 这基本上都快接触完了呀 背后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 可想而知啊 警方呢 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尤其是对朱某人际关系网络之中 所有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 一一的进行掌纹采集 为什么采集掌纹呢 这跟现场留下的痕迹有关了 哪怕再精明的犯罪嫌疑人 只要你犯了罪了 必然会留下痕迹 你再清理 也清理不干净 从现场勘验结果 警方发现嫌疑人 明显清洗擦拭了现场 那么极可能有犯罪前科 不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不可能这么冷静 但是百密一书 在现场留下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最终这两个线索 成为了警方针破此案的突破点 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医 叫欧阳健 这名法医跟咱们上上个案子讲的 那个法医是同一名法医 欧阳法医看到尸检台上的母女俩 尤其是13岁的相某的时候 心情很复杂 欧阳法医也为人妇 这么小的孩子 谁这么残忍呢 为了还给死者公道 尤其还给小女孩公道 在进行尸检的时候 法医极其细致 受害人的指甲 都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取材 最终发现了一些混合生物样本 其中就有属于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生物组织 尽管量非常非常少 但毕竟只要有生物组织就有DNA信息 不仅如此 在案发现场的墙面上 警方还发现了半枚血掌印 那通过这生物剪裁和血掌印 能够找到凶手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欧阳法医在死者的指甲缝里 找到了少量的嫌疑人的生物剪裁 同时在案发现场还找到了半枚血掌印 您各位该说了 犯罪嫌疑人 这么强大的反侦查能力 那么充裕的时间清理现场怎么就留下血掌印了呢 警方呢也模拟了当时的情况 凶手啊杀害死者之后 忽然听见外边有什么响动 担心被人发现走到窗户边上看看去 这时候手不小心摁到了墙面上 尽管小心谨慎 细致入微 但最终还是留下了这半枚很隐蔽的 不易察觉的血掌印 加上凶手毕竟是杀了人了 哪怕有犯罪前科 情绪不可能那么稳定 他就根本没注意到 自己遗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这么一看 现场有凶手的生物样本 还有掌印 那抓着他不是一如反掌了吗 是啊 这要放到现在2024年 那一如反掌 但当时是2001年 技术手段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那怎么办呢 挨个的找嫌疑人 然后再比对掌文 法医为了尽快找到凶手 把半枚斜掌印 洗成了照片 放在自己钱包里 也方便随时查看 就这么着 警方展开权力侦破 不过一年又一年 始终也没比对上 一眨眼 17年了 这17年的时间里面 欧阳法医自己都说不清楚 到底看这照片 看了多少回了 他呢 也参与到一次次 比对工作之中 到了后来 只要一发现嫌疑人 欧阳法医 根本不用看那照片了 一眼就能瞅出来 新的嫌疑目标的掌文 是不是和那半枚斜掌文 相互吻合 17年过去了 欧阳法医也该退休了 但退休之前始终有个心愿 这起案子能不能破获 到了2018年 公安部组织开展了一次 命案要案机案的清理工作 朱某母女被害案 自然而然也在这次清理工作之中 这一回大家不再垂头丧气了 毕竟刑侦技术有了很大突破 DNA比对 不仅能比对出本人了 过了这十好几年 现在哪怕带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也能比对出来了 只要凶手的亲属之中 有人的DNA 在数据库里能比对上 那么通过族谱分析 通过族系筛查 最终就能锁定嫌疑人 广西柳州警方 在这项技术取得突破之后 第一时间把当年的生物组织 报到了上级部门 还别说 真有结果了 在警方前科人员资料库里面 一个姓李的男人 他的DNA和案发现场的生物组织比对上了 大伙好兴奋 这案子过了快二十年了 终于能破获了 但这时候一盆凉水又浇了下来 李某在18年的时候才20多 2001年的时候 你再往前倒17年 几岁的一小孩 所以他不可能是凶手 不具备作案能力 显然李某不是要找的人 但是 要找的不是李某 肯定是他的亲属 肯定是跟他有血缘关系 那李某的血缘亲属有多少人呢 这一查 哎呀 不得了啊 分布在全国各地 足足有一万多人 这一万人里边得有9900来人 李某都不知道是谁 通过逐一的走访排查 最终缩小到500多人的范围 可就在这时候 欧阳老法医因病去世 这对于欧阳法医来说 这是终生的遗憾 大家呢 继续开始繁重的工作 案子一定要破获 破获之后第一时间 就要到欧阳法医目前 告诉欧阳法医这个好消息 对这500人进行新一轮的排查 正在这时候 凶手啊 自己送上门了 这又怎么回事呢 从18年 一直查到2020年也没查中 但是2020年3月份 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 有一个50出头的男的去派出所 补办身份证 补办的时候眼神多多闪闪的 做指纹采路的时候呢 那手指头啊 也是东躲西藏的 民警呢 就感觉可疑 随后啊 查了这个人的档案 发现这是一名前科人员 1987年因抢劫罪 被判刑入狱 出狱之后不久又因为盗窃罪入狱 这要是进监狱的老手 不至于采集个指纹就这么慌张啊 结果没想到 这指纹上传到数据库里啊 跟当年那半枚写长文上面 其中的一个指纹比对上了 更巧合的是 DNA信息和之前怀疑过的 那个前科人员李某 也能够比上 证明两个人之间 有血缘关系 那差不了了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凶手啊 从当年案发 到找到凶手 整整过去了19年 那这李某当年 为什么要杀害朱某母女呢 李某到案之后 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他说呀 案发之前 他是个小老板 风风光光 九十年代身价过百万了 那时候 谁不羡慕 谁不眼红啊 只是好景不长 他呢 这富裕日子也没维持多久 钱又都赔进去了 就在他最困难的这段时间 认识了朱某 朱某呢 适度成性 找李某借钱 并且承诺 会给他高额利息 李某一想 我现在这日子越来越紧吧 用手里这点闲钱 挣点钱也挺好 就借给朱某了 没想到朱某啊 拿着这钱去赌场赌博去了 赔得血本乌龟 别说高额利息了 本金都还不上了呀 李某就经常讨债 朱某呢 就经常让李某到家里边吃饭啊 还时不时的勾搭一下李某俩人就勾搭上了呗 自从发生了性关系 那这钱更没日子还了 当年5月23号晚上 李某又去讨债去了 朱某不在家 就女儿向某在家 13岁的小女孩 岁数不大脾气不小 见着李某 出口就是脏话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李某啊当时气的呀 想让这小姑娘闭嘴 结果掐住了她的脖子 一狠心一使劲杀了项某 李某说也没想杀项某 以为小姑娘就是昏迷了 也没在意 又去赌场找朱某去了 找着之后 俩人一路吵一路回到家 朱某见女儿躺地上 一探鼻息 孩子死了 跟李某要说法 李某一看不行 万一他一报警 他跟我一样说法 我不完了吗 最终又把这朱某给掐死 事已至此杀了俩人了 找找贵重物品吧 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 把贵重物品翻找出来之后 又清理了现场 随后离开现场逃之夭夭 而至于笔对上的指纹 跟他的心虚也是有关系的 杀人之后 这将近20年 很紧张 总觉得早晚有一天会事发 一直到2020年 身份证丢了 不得已去补办二代身份证 他知道自己在现场 很可能会留下什么痕迹 所以录指纹的时候 故意只录了其中一个 不常用的手指的指纹尖 就用手指头尖这录的 希望躲过一截 这也正应了苍天有眼了 这李某万万没想到 他当年在案发现场 留下的那半枚鞋掌纹上 唯一完整的指纹 就是这一处 指头尖的指纹 你但凡换成经常用的 那指头肚子 都比对不中 正是他心虚用了 这不常用的 指头的指头尖的指纹 最终才被发现 被抓之后 李某一再表示自己的悔恨 他说呀 我当时得知他是一名赌徒之后 我如果不跟他交往那么密切 我如果不给他借钱 我如果不贪图那些利息 也就不会有这些后面的事情了 最终李某也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杀人凶手潜逃多年 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的事 咱们说过不少了 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又是这样 这起案子里面的凶手叫李海诚 警方找着他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竟然是杀人凶手 在周围人眼里 尤其在妻子眼里 这是好老公啊 对自己温柔体贴 特别顾家 在哥们朋友眼里边 好兄弟 好伙伴 好搭档 甭管什么事 仗义输财 特别讲义气这么一人 为朋友能两肋插刀 哪怕是跟他不熟的 只要认识这个人 听说过这个人 都羡慕人家 人生赢家 外边事业有成 家里边儿女双全 但是只有李海诚这些年自己知道 睡觉睡不了踏实 叫安稳觉 恨不得呀 天天做噩梦 每次做噩梦 都是血淋淋的三名被害人 要让他偿命 那么到底当年 做下了什么案子呢 得从98年说起 1998年9月3号 内蒙古厄尔多斯老城区里边 有这么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啊 女主人姓刘 岁数不小了 这刘大婶啊 一大清早的就敲邻居杨润华家的家门 哎 可是跟往常不一样的是 这杨润华家呀 没有一个人来给他开门 外边喊门也没人回应他 大门是闻思不动 刘婶还嘀咕呢 不对呀 往常这时候就醒了呀 是不是这家人睡得晚 还没起床呢 那我回去吧 一直从早到晚 都没见这人家出来人 刘婶这心里越来越疑惑 怎么回事啊 不光家大人没出门 平时吵吵闹闹的杨家女儿 咱们也没动静啊 正好啊 到晚上 刘婶的儿子也去敲杨润华家的门 也吃了闭门羹 根本没人搭理他 俩人回家一合计 别是出事了吧 这才报了案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决定啊 撬门进去 一到这现场 哎呀 眼前那是无比的血腥啊 客厅里边 那血 哪哪都是 杨润华倒在血泊之中 早就没有呼吸了 杨润华的小姑子和杨润华的女儿 一个被铁丝勒住脖壳活活勒死 一个被摁进洗手池活活被淹死 三个女人三条生命 一夜之间都没了 连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这些老刑珍 看见这场面啊 都是连声的叹气 谁干的呀 怎么这么惨无人道呢 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 到底这凶手 是情杀呀 是仇杀呀 是过时杀人呢 还是为财杀人呢 为什么连杀这三位年轻女性 这是有挑选性的呀 还是一个巧合呀 命案发生之后 警方呢 立刻采取行动 先封锁了现场 开始进行现场勘察 进行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搜查 证据的解析 现场啊 有遗留的脚印 根据脚印 初步推测出来 凶手中等体型 身高差不多一米七左右 年纪呢 27岁到32岁之间 负责走访摸牌的警察 调查了一番之后 基本上也能得出这个结论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受害人呢 有这么一张存折 警方呢 调查了这存折的资金情况 在案发那天下午 有人到银行拿这存折 提取了一万多现金 比照银行的监控录像 发现拿走现金的 正是一名身高 一米七左右的男子 这案子到这儿 好像就变得清晰明了了 也不是轻杀 也不是仇杀 就是为屠材杀人呢 但这个人呢 跟插上翅膀似的 突然一下人间蒸发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他 再加上当时 也没有办法通过现场 提取的DNA 比对嫌疑人 还没有这么先进技术呢 案子破来破去 始终没破了 相应的剪裁 相应的物证 也就被封存去了 这一封存呢 就是二十来年 二十多年呢 局里边啊 这工作人员 这些警察 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这桩始终没破获的命案 这就是大伙心里头的刺 一直到了2018年 这起案子 又被重新提起 2018年的时候 行政科学技术已经先进多了 在先进的行政技术的辅佐之下 警方啊 在包头市九园区的荒山野岭 发现了案情的突破口 怎么回事呢 其实得再往回到七年 2011年六月份的时候 包头市警方啊 在九园区荒郊野岭上 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 当时呢 就把死者的DNA信息 放到了数据库里面 到了2018年 鄂尔多斯警方 重新拿出 98年命案凶手遗留的生物剪裁的DNA信息 进行比对的时候 发现和11年包头的那具无名男尸 在DNA信息上 有生物相关的信息 不完全是一个人 是有关联的 案子到这儿 好像总算有了 于是鄂尔多斯警方啊 就准备打干一场 跟包头市警方呢 也及时取得联系 但是包头警方 回馈过来的消息是 这具无名男尸 经过调查研究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 很可能是服毒自杀 到底死者是谁 我们这也查了七年了 也没查着呢 嘿 那头也没查着这死者身份 这案子可就又回到起点 那么那死者是谁 顺着这无名男尸 能不能揪出来凶手的身份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2011年的时候 包头警方在荒郊野岭的 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 从11年到18年 包头警方也没查出来 这死者是谁 但为了能够早日查出死者身份 就把这死者的生物检材DNA信息 上传到了数据库里边 鄂尔多斯警方一看 嘿 期待了半天 感情那边也没破这案子呢 这案件侦查可就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警方啊 在一次次排查比对之中 其实也提出过 这起案件会不会是流窜作案 范围呢 就划定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个细节 让警方很关注 11年发现的那具无名男尸的牙齿上 有一个小窝口 那种窝口很明显 就是磕瓜子时候留下的 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见过啊 好些个人磕瓜子磕的多 牙上会有那么一小窝口 哎 这是典型的瓜子牙呀 那内蒙古 什么地方人喜欢磕瓜子 什么地方盛产瓜子 八言闹耳 八言闹耳是内蒙古赫赫有名的瓜子生产机 于是把这个范围又缩小到了八言闹耳 日复一日的搜索之中 终于又找到一条新的线索 有三个嫌疑人进入到了警方视野之中 这仨人里边两个人有打架斗殴使 而且这三个人都和九八年凶杀案的那生物剪裁 有一定的生物信息相关 至此 这起案件的真相总算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那三位嫌疑人呢 是兄弟 这三兄弟里边的老大和受害者杨热华是同学 不过据周围邻居说 这老大呀 性情挺温和这么一样 为人挺好 没听说过跟谁产生过纠葛 三兄弟里边的老二呢 事业有成 不仅有钱 还有一儿一女 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最主要的是跟受害人杨热华 没有什么瓜葛 没有什么关联性 老三呢 性情属于比较活泼的 比较开朗的 虽然家庭情况一般 但是为人仗义 身边啊 朋友也不少 这么一看 这三个人 好像都没有做案嫌疑 不过现在有了DNA比对技术了 尽管当年那生物检材过了二十多年了 具有相当大的比对难度 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比照 最终证实 凶手就是为人慷慨仗义 家庭幸福美满的老二 李海诚 锁定李海诚之后 很顺利就把他抓获了 一开始李海诚 面对审讯的时候 什么也不说 但是不说 不等于就瞒得住啊 在证据之王面前 你爱说不说呗 不说也能定你的罪啊 不过在警方 连续心理工作之下 李海诚 还是声泪俱下的 讲述了二十多年前的内装命案 1998年9月2号 李海诚啊 跟朋友约着打麻将 结果 书的叮当滥小 还欠下了一千多个钱赌债 那怎么办呢 只能把自己喜欢的不得了的 珍惜的不得了的 BP机给人压那了 回到家里边 李海诚 越想越烦 越想越郁闷 但是 在鄂尔多斯人生地不熟 也找不着亲朋好友借钱呢 哎 对了 我哥呀 在这有一同学 之前呢 跟着哥哥 见过杨润华一面 这么着 直接就来到了杨润华家里 杨润华 还挺热情的 接待了这位老同学的弟弟 据李海诚后来描述 坐了一会儿之后 李海诚就提出来想借钱 但杨润华呢 不愿意借钱 这李海诚就心疼自己 刚才压下的那BP机 干脆心一横 我杀了他吧 杀了他我抢钱 我就能把我那BP机赎回来了 一不做 二不休 动手杀人 当时家里边杨润华的老公 还没回去呢 就只有杨润华 杨润华的小姑子 还有杨润华的女儿 李海诚啊 抄起来杨润华家的一把刀 就将杨润华残忍杀害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李海诚的右手被割破了 也流了不少血 他的血和杨润华的血 掺和到了一起了 如果没有他当时流的这些血 二十年之后DNA比对就不会成功 当然这是后话了 杀完了杨润华之后 他怕事情败露 于是又闯进杨润华小姑子 小成的卧室 将小成残忍杀害 然后呢 又拿铁丝勒住杨润华女儿的脖子 拖到卫生间盛水的浴缸那儿 把这小朋友的头摁到了浴缸里 活活淹死 杀害了三条人命之后 从杨润华家倒走了现金三百块钱 以及一本银行存值 逃离现场之后 拿着存值到银行 取了一万零一百块钱 直到18年6月7号 李海诚被鄂尔多斯市公安局 东盛区公安分局抓获归案 前前后后长达20年 最终啊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审判之中认为 被告人李海诚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导致三人死亡 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犯罪手段特别残忍 后果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大 应与严惩 李海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杀人之后 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行为构成盗窃罪 2019年12月23号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被告人李海诚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两万元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两万元 随着李海诚被捕 2011年 包头市发现的那具 无名男尸的身份 也确定了 就是李海诚的一个亲戚 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这个亲戚一时想不开 服毒自杀了 行了 这案子呀 就说到这 咱们呢 下期节目再接着聊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呢 从今天起 讲几个国外发生的案件啊 有日子没讲了 咱们首先来说说 05年发生在南非的一起公寓命案 05年3月6号晚上 南非警方啊 接到了一报警电话 打电话这人呢 叫克里斯托 这克里斯托就说呀 在希拉斯公寓 有人被害了 警察一听 怎么着 出了人命案子了 那得去看看去呀 到那之后 一进门 就看见女孩羊脸 躺在沙发上 周围全是血 双脚啊 是那种交叉状的 在死尸旁边 还有一本杂志 以及遥控器 掉在地上 警方呢 开始对现场进行勘察 然后得进行记录 死这女孩 穿着睡衣 案发的时候啊 正看电视呢 警方推断 凶手应该是从女孩后边 用钝器袭击的女孩 不光用了钝器 还有锐气伤的 有刀痕 离沙发不远 就是电视 警方这么一看 女孩呢 不是看的电视直播 是自己啊 看的那种影碟 因为装碟片的那DVD盒 还放在桌上呢 警方啊 又陆续看了看 其他的房间 打开这浴室门 在浴室的地上 发现有这么一块 摩擦状的血迹 这旁边 还有一块毛巾 已经被染红了 那么很可能是凶手 在这清洗过 又用毛巾 把双手擦干净了 逃走的时候 这鞋和地面 发生了摩擦 这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摩擦状的血迹 随后警方呢 又在DVD的包装盒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随后把这个包装盒 就还给了女孩租DVD的影像店 现在大伙看电视 打开手机啊 打开电脑啊 打开电视啊 APP一看可方便了 有各种各样影视平台 过去那就是看DVD叠片嘛 电影这事吧 一般看一遍也就得 所以好些个人呢 都习惯去租这叠片去 那么到底死的是谁 凶手是谁 这是破案最关键的问题啊 警方呢 首先询问了报案人克里斯托 克里斯托呀 是当天晚上十点半 发现女孩遇害的 这女孩呢 叫英格洛兹 是斯泰伦伯斯大学的学生 克里斯托和英格洛兹 俩人是朋友 当天晚上呢 克里斯托接着一电话 另外一个朋友打过来的 那朋友叫马里乌斯 这马里乌斯啊 就跟克里斯托说了 你去公寓看看英格去 怎么英格也没接电话啊 因为这天早上 这英格洛兹 跟男朋友弗雷德 吵过一架 吵完架之后 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这马里乌斯呢 跟这弗雷德 是大学室友 室友的女朋友 自然也非常熟悉 当天晚上 弗雷德 在距离斯拉西小区 四十公里外的地方 不方便赶回来 所以呢 才让住在附近的克里斯托帮忙 去看一眼 当克里斯托 来到公寓门前的时候 咱咱咱咱敲门 有人吗 在家吗 英勾 喊了好几声 没人搭理他 哎 再这么一看 门没锁 一拧 这门开了 开门往里这么一看 里边乌气麻黑 什么也看不见 克里斯托就觉得不对劲了 大晚上的 怎么 没开灯呢 他呢 小心翼翼的就走了进去 一边往里走 一边喊英格 英格 英格 知道通过走廊 走到这屋子里边 哎呀 这才看见 这英格呀 羊帘 躺在沙发上呢 早就没有气息了 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当时 把克里斯托吓坏了 他也没敢仔细看 甚至啊 他都不知道英格 死没死 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后 又把这事告诉了马里乌斯 俩人还商量着 咱先去找弗雷德去吧 毕竟出事的是他女朋友啊 警方勘察完现场 询问完了克里斯托 对案情呢 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了 法医通过尸检 这女孩啊 遭受了几十次攻击 这说明凶手在动手的时候 那是咬牙切齿啊 那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呢 是不是英格没关门 这凶手敲吗敲的 就偷着进来了呢 那凶手进来杀人是为什么呀 财杀呀 情杀呀 仇杀呀 遇到命案了 通常三大类型 财杀 情杀 仇杀 不光是中国警方这么分析 你全世界警方 他都是按照这一套 对房间物品 进行了一个调查 发现屋子里边啊 什么东西也没丢 那看上去 不像是财杀 女孩呢 穿着很完整 也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那应该也不是轻杀吧 凶手目的性很明确 就是冲着英格洛兹来的 办案人员还发现 女孩就是在沙发上遇害的 不是凶手事后重新布置的 通过姿势来推测 女孩处于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 看着电影呢呀 没对身后有任何的防备 这就说明凶手很可能是熟人 如果是陌生人 女孩不可能穿着睡衣啊 穿着这么休闲 还能在那踏踏实实的看电影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咱之前说了 女孩被攻击了几十次 可见凶手 是带着强烈的这种情绪动的手 如果毫不相识 不会这么愤恨女孩 克里斯托 首先被警方排除了作案嫌疑 克里斯托呀 立刻就找到了马里乌斯 别忘了 英格的男朋友弗雷德 还不知道英格出事呢 他呀 正在去往英格父母家的路上 准备先去取公寓的钥匙 再去希拉斯公寓 找女朋友英格去 弗雷德 在路上开着车呢 马里乌斯给他打电话 弗雷德接通了电话 马里乌斯一张嘴 弗雷德听出来不对了 情绪很低沉 弗雷德就问他 怎么了 粗骂字了 马里乌斯呢 本来想立刻告诉他 英格呀 被人害死了 但再一想不行啊 弗雷德正在开车呢 这要说出来 他那一激动 在出个车祸的 那什么 你别着急 见面再说吧 可是另外一边 警方啊 已经严重怀疑起了英格的男朋友 弗雷德 刚刚的节目 咱们讲了 这弗雷德 跟警方的解释 哎 警察这么一听 发现蹊跷之处了 节目前的您各位 肯定也发现了 弗雷德是六点 离开公司的 根据调查 他离开公司之后 在朋友家的时间 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从六点到十点 弗雷德 没有什么确凿的 不在场证据 而更让警方 难以置信的 或者说更让警方 怀疑弗雷德的是 英格看的 那张DVD 碟片上 那包装盒上 提取到的那枚指纹 您还记得吧 经过鉴定 是弗雷德的 这可就奇了一个怪了呀 这碟片 是英格下午租的 弗雷德这天 也没进入公寓 那这碟片上 怎么会有他的指纹呢 于是警方断定 弗雷德在说谎 办案人员 申请了搜查令 马上对弗雷德的住处 进行了搜查 在他家呀 找到了一双旅游鞋 那运动鞋 刚刚被洗过 在他车辆的后备箱里 还发现了一把铁锤 指纹已经比对上弗雷德了 经过对比之后 办案人员认为 在弗雷德家 发现的那双运动鞋的鞋底 和咱们之前说过的 英格浴室地上的 那血迹的形状 也很吻合 另外 警方呢 也对弗雷德车后备箱呢 那把锤子进行了测试 如果用这把锤子进行敲击 那么物品受到的伤痕 跟英格身上的那钝器伤 也很接近 现在等于有了这么多的客观证据了 但是面对警方指控 弗雷德依然坚决反对 坚决否认 弗雷德说 我的公司距离英格住的公寓 有40公里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那警方就又怀疑 有没有可能 弗雷德离开公司的时间 不是6点 因为经过调查 弗雷德他们公司 开的那会 三点就开完了 那开完之后 在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里 弗雷德的电脑并没有使用记录 如果弗雷德 直接从地下车库开车就走 监控也拍不到 因为那地下车库 没装监控摄像头 多种证据的指证之下 弗雷德依然就是嫌疑犯了 2007年2月份 警方将弗雷德起诉了 这案子发展到这 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远远没有 在弗雷德被起诉之前 他没有被监禁 为什么呢 刚才咱们说了 那么多的证据 但是您各位也能察觉出来 这些证据啊 都算是侧面证据 看上去铁证如山的 但其实是有漏洞 其中呢 还有一个情况 英格和弗雷德的情书 又被发现了 英格遇害之后 弗安妮塔夫妇 让弗雷德出示两个人之间的信件 他们认为这信里可能有某种线索 一开始弗雷德反对 但经过挣扎 迫于各方压力之下 公开了信件了 这一公开啊 让弗安妮塔夫妇大跌眼镜 没想到啊 自己的宝贝闺女啊 从小爱到大的宝贝女儿 在弗雷德面前 怎么那么卑微呢 在信里 米格一次又一次的说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我知道你很尊贵 稍微有点事情做错了 哪怕没做错 只要弗雷德有点不开心 米格都赶紧道歉 赶紧解释 夫妻俩原来还不信弗雷德 会害自己的女儿 这回一看好啊 之前你就欺负我闺女 那肯定就是你了 于是对他进行公开起诉 面对警方证据 弗雷德呢 找来一个特别厉害的辩护律师 咱之前也说了 他家庭背景还是很强大的 通过测试 律师也好 还有两位弗雷德的 对指纹很有研究的朋友 就抓住了南非警方 没有对指纹贴标签的这么一个疏漏 说这个指纹 根本不可能来自于影碟包装 而是在水杯上采集的 如果是水杯上采集的 那就正常了 弗雷德是英格男朋友 经常去英格公寓 那肯定留下很多指纹呢 警方在现场走动的太频繁了 也破坏了证据 导致提取的指纹比较混乱 所以他们认为 这并不能证明 当天弗雷德到过公寓 而对于运动鞋和那摩擦血痕的对比 弗雷德的辩护律师说 警方没有直接在鞋上发现血迹 你说的只是形状类似 很相似 这只能当推测 这不能当正儿八经的证据 至于那把锤子造成的痕迹 律师也说了 你慢说这把锤子 你换把锤子来 你去砸去 这伤痕也差不多 大部分钝器造成的都差不多 怎么就能证明 害死英格的就是弗雷德这把呢 是啊 警方前期办案太不严谨了 那让人家抓着漏洞了呀 人家的质疑 那合理合规呀 这场庭审呢 一直持续了九个月的时间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弗雷德被当庭释放 所有人都认为弗雷德就是凶手 但是现在 你没有充分完整证据链 你怎么办呢 你平白无故的指控 那你没用啊 弗雷德无罪释放之后 最接受不了的 就是胡安妮塔夫妻俩呀 宝贝女儿就这么死了 那不行啊 还得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诉讼 希望能够判处弗雷德 六十五万美元的处罚 但说实话 因为女儿缺失 这老夫妻呀 也没那个心理了 整天在这种悲痛之中 整个人都没精气神了 长时间的这么消耗 夫妻俩也受不了了 最终09年五月份 只能是撤诉了 但是夫妻俩没有完全放弃 既然自己没有这经历了 这英格的父母呢 发了一份赏金通告 提供一笔非常丰厚的赏金 只要有知情人 能够提供更加确实的线索 那就能领奖 但事到如今 时至今日 这笔赏金依然没有被领取 在之后的这些年里啊 警方也进行过其他调查 也想过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凶犯呢 但是结果并没有什么结果 这件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时至今日大部分人都认为 弗雷德有罪 一来他有作案动机 二来在信件之中很明显看出来 他对英格是有这种PUA倾向的 是有这种操控倾向的 但很可惜 真凶是谁 现在依然没有查到 真相是什么 现在依然是一个谜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警方呢排除了弗雷德那大学室友啊 还有克里斯托的作案嫌疑 室友呢就赶紧给弗雷德打电话 就想跟他说说这事 但是一听说弗雷德正在路上开车呢 正往英格那赶呢 得了吧 别说了 万一说了之后 情绪一激动 再出车祸呢 于是就跟弗雷德说 那就先这样 有什么事你一会过来再说吧 与此同时 另一边正在侦察现场的警方 已经开始怀疑起了弗雷德 于是警方告知英格父母相关情况之后 找到弗雷德进行问询 一听说女儿出了事了 被人害死了 英格他爸爸跟他妈这一哭啊 是啊 谁不心疼啊 他们只有英格这一个女儿 别说就一个女儿 你就十个女儿 谁也当不了谁啊 英格他妈妈呢 叫胡安尼塔 她呢是一位理疗师 英格的父亲呢 叫约翰 在大学里边 是一名教授 老两口呢 年轻的时候啊 因为身体原因 说什么也生不出孩子来 去医院查去吧 配合药物治疗 啊 治疗了好久好久 终于1982年 才得着这个宝贝女儿 俩人从小别提多疼这闺女咯 精心呵护培养之下 英格呀 眼瞅着就长大了 长得也漂亮 学习成绩也好 人家学习成绩 每回考试啊 哎 在全省人都能排上名次的 英格考上大学之后 在大学校园里 认识弗雷德了 弗雷德家庭条件好 家里边有钱 弗雷德大学学的专业 还是精算学 各位 精算 甭管到哪 只要能找到工作 这都是高薪行业 英格跟弗雷德 俩人算是一见钟情吧 认识之后没几天 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谈起了恋爱 英格呢 还把弗雷德带回家里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父母啊 也喜欢这小伙子 哎呀 配得上我这宝贝丫头啊 以后啊 你就是我们的半个儿了 咱也不知道 老两口是不是说这话 反正大致这意思吧 因为这老两口说了 确实 拿着弗雷德 当自己的儿子 那么看待着 英格考上大学之后 平时呢 就住在希拉斯小区 国外很多高校 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高校的学生宿舍 一般是在这校园里边 但是国外很多高校啊 会是在外面 找一些社会上的公寓 作为给学生准备的这种宿舍 这希拉斯小区呢 到教学楼 路程很近 上课也不费劲 周末的时候啊 英格就会把男朋友弗雷德 带着一起回家 俩人在家里边啊 跟父母 那也是想想天伦之乐呗 上一回从家离开 是三月十一号 也就是案发之前五天 警方把英格遇害的情况 以及一些能说的细节 告诉老夫妻之后 警方跟着英格的父母 提了这么一嘴 既能让二十三岁的英格 没有任何防备 又能随意进出公寓的人 能有谁 那只剩下弗雷德了呀 警方认为弗雷德嫌疑最大 但是英格的父母并不认同 老两口说了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啊 我们一直看在眼里 弗雷德很爱英格的两个人感情 要多好有多好啊 哪怕平时出现一些小矛盾 弗雷德也万万不会对英格痛下杀手 但是 眼门前的事就摆在这了呀 英格就是被杀死了呀 欢你他夫妇啊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是靠警察了 在那苦苦的哀求警察 你们一定要破案 你们一定要给我女儿伸张正义 再说弗雷德这边 警察跟他一聊天 一问询 弗雷德一口否认 我没害英格 我不会害英格 并且还跟警方详细说了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月十六号早上俩人吵了一架 吵架之后不欢而散 弗雷德开车就回到自己实习的公司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 英格呢 跟一个朋友约好了 一块吃午餐去 在这期间 英格跟这好朋友 就吐槽自己最近的生活呗 并且呢 还跟朋友说 我跟我的男朋友弗雷德 大吵了一架 我们这段感情 很可能就要再见了 拜拜了 不过英格说完这句话不久 弗雷德发了一条短信 就道歉 要和好 亲爱的 我爱你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过去第一 英格收到短信的时间 是下午一点左右 而弗雷德当天下午 包括一直到晚上 都在公司里边上班呢 还开会去了呢 公司里边也有监控 通过公司监控 发现弗雷德在这期间 没有过出入的情况 哎 这怎么个事啊 警方调取了英格当天的行程 弗雷德的情况 也跟他所说的基本上一致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下午两点五十五 英格还到餐馆买了点零食 回家路上 在影像店买了本杂志 租了一张光盘 看上去没什么异常情况 影像店出来之后 英格呢 就往公寓的方向走了过去 之后就没画面了 没有监控摄像头了 警方预测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那他半个小时之后 就能走到家了呀 英格被发现的时间 是晚上十点 也就是说 凶手肯定是从下午 他出了影像店 一直到晚上十点 这段时间里面作单 那么他出入公寓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看见呢 公寓那边有监控啊 监控什么也没拍着呀 公寓里面也没有其他的目击者呀 咱们再来说弗雷德这边 弗雷德下午六点下的班 先去朋友家坐了一会儿 到了晚上八点 开始给女朋友英格打电话 但就没人接了 弗雷德后来跟警察说 当时我以为英格还在生气呢 所以没接电话 晚上十点钟 我让马里乌斯联系克里斯托 让他到公寓看看去 打完电话之后 弗雷德还是担心 还联系过英格的母亲 准备去英格他妈妈那 拿到这公寓钥匙 再去找女朋友 他也不确定 女朋友是不是有事出去了 是不是在家呢 事情到这儿 警方认为 有点蹊跷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罪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呀 这犯罪嫌疑人杀害 并且碎尸了四个人 四条人命啊 其中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人竟然在五个月的时间里 连杀三人 除此之外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还尤为特殊 特殊在哪呢 咱们从头来说 这人呢 叫陈大坤 1952年6月1号 陈大坤 出生在湖南省张家介市 永定区 温唐镇 茅延河畔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那个年代 大家的生活呀 本身就都比较贫困 这陈大坤呢 家庭条件尤为不好 所以啊 从小哪是吃够了苦头 小时候 这陈大坤 就已经不上学了 就靠条条沙子补贴家用 那时候对于他来说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吃顿饱饭 但是 想吃顿饱饭 已然实属不易了 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就摘点野果子 甚至啊 在路边 看谁家削下来的萝卜皮 剪点萝卜皮 这也能对付一顿 少年的时候 一直是贫困潦倒 到了1970年 这陈大坤 已经18岁了 70年12月份 他呀 就参军入股了 他的命运 也从参军开始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到了部队之后 这陈大坤呢 也是严于律己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无论是训练成绩 还是平时待人接物 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部队各级领导啊 也都特别喜欢陈大坤 他在部队里面 一直待到了1988年 1988年呢 就到了湖南湘西武警支队 担任政委 一年之后 陈大坤呢 又奉命来到了 刚刚见识不久的 大雍市 组建武警大雍支队 相继担任副政委和政委 当地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这大雍市 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 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大雍市是哪啊 1994年之前 张家介事就被称为大雍市 是94年才改的名字 改名叫张家介事 陈大坤刚组建了武警支队之后 那也是言语律集 以身作则 一到过年的时候啊 他就会把战士们叫到家里边过年去 为了让年轻的战士好好休息休息 陈大坤还经常会在除夕去代替年轻的战士去战业岗 陈大坤工作那么多年很少休假 他曾经多次跟别人说过 工作要是不干好了 对不起培养我的国家 培养我的党 1997年 陈大坤呢 又调任张家介国家安全局 担任国安局的副局长 照理说 事业那是一片坦途啊 但谁都没想到 2000年 陈大坤出了事 这一年吧 很多人都看好陈大坤 就感觉陈大坤马上就买不正了 就要胆怨国安局的局长了 不过那年7月5号 陈大坤能到了某次的调娼 调娼的肉被姓慌抓了 可见一遍 作为领导干部 竟然把这种作风上了死 就因为这个事 他的副局长也被撤了 随后呢 就要到了张家介司法局 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调研员 待遇呢 也都降级了 陈大坤被调到司法局之后 是一点权力也没有了 打那以后再也没去过国安局 但是啊 他也没去过司法局上班 就是在那挂个闲职 毕竟是降下来了呀 心里呢就不痛快 不过呀 也一直没有开除他 直到陈大坤犯事被捕之前 他的工职一直被保留着 虽然没去上班 但是陈大坤这工资 到了月头都是能收到的 整天的也不上班 在家里边浑浑噩噩 干点什么呀 人一闲了呀 就容易生别的事 陈大坤呢 正好在这时候 遇上了之前的一个战友 叫郑长青 郑长青退伍之后 人家呀 没有到单位上班 而是当起了商人 做起了生意 郑长青和陈大坤 俩人在部队的时候 关系就特别好 过命的兄弟 这回又见着了 那自然是无比的亲热 俩人呢 都在张家界 于是整天呢 就在一块喝酒打牌 称兄道弟的 有一回聊天的时候啊 郑长青呢 就跟陈大坤提起来了 我打算在银行贷款五十万 此时的郑长青 还不知道陈大坤 出了嫖娼的那事 不知道陈大坤 已经被调到司法局了 他以为陈大坤呢 还是国安局的副局长呢 一听说要从银行贷款五十万 那年头 谁敢从银行贷这么大笔的款项 那一定是这买卖做的不错 陈大坤呢 就夸赞郑长青 长青 你小子行啊 生意做的不小啊 胃口还挺大 一贷款就贷五十万 随后啊 这陈大坤又跟郑长青说 长青 你贷款的时候 你能不能多贷点啊 多贷点 贷的不少了 再多贷点干嘛呀 兄弟 你呀 多贷点 多贷出来的那些呢 借给我 我也想做点小生意 郑长青一听 觉得俩人是战友啊 陈大坤不会骗他呀 再者说了 反正是从银行借钱 也不是从自己兜里掏钱 俩人这么好的朋友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不过郑长青啊 最后还是从银行贷出来了五十万 你想着贷七十万九十万一百二十万 哪那么容易啊 能贷出来五十万 已然不易了 这五十万贷出来 郑长青还真是信守承诺 拿出来了二十万 就借给了陈大坤 俩人也约定好了 这时间呢 为期一年 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了就行 到底这陈大坤 这二十万花在哪了 是挥霍浪费掉了 还是自己存下来了 还是真做了什么投资生意失败了呀 这个现在谁都不知道 反正陈大坤不准备还这个钱 郑长青拿陈大坤当过命的兄弟 陈大坤可没这么看待郑长青 一年过去了 到了01年10月份 眼瞅着就该还钱了 陈大坤也愁啊 这钱我该怎么还他呢 我要不想还他 又该怎么办呢 这天呢 陈大坤就把郑长青约到了自己家里边 约自己家干嘛呢 喝酒 作为好朋友 好兄弟 好战友 郑长青想都没想 就去了 平时俩人也经常聚在一起喝两杯啊 但这回啊 陈大坤在酒里边下了药了 郑长青一杯酒下肚 没多大一会儿 可就被迷倒了 迷倒之后 这陈大坤想干嘛呢 陈大坤啊 直接把郑长青给捆住了 逼着郑长青写了一个欠条 这欠条是怎么写的呢 大致意思就是先钱的二十万 已经还给郑长青了 同时郑长青又欠陈大坤八万元 各位 把自己的好兄弟 这么信任他的战友郑长青 给捆下来 还写了这么一张过分的欠条 陈大坤太过分了 太坏了 不过 这才哪到哪啊 他可不打算放过郑长青 这要放过郑长青 郑长青一急眼了 把这事跟别的战友们一说 甚至直接到公安局报案了 那我不完蛋了 看郑长青 把欠条打完了 这陈大坤啊 盯着郑长青 兄弟 我也是没办法 你可别怪我 随后 活活的就把郑长青给勒死了 勒死之后啊 这陈大坤 七下八下 把郑长青就大谢八块 一点一点碎了尸了 碎尸之后 他不像之前咱们说过的 好些个那些大案要案的恶魔 说把碎尸扔到什么地方 或者埋到什么地方 这陈大坤呢 是直接把碎尸块带到了乡下的鱼塘 他知道鱼塘里边鱼多 把这碎尸块扔到鱼塘里边 喂了鱼了 自己的好兄弟啊 就这样命丧他手啊 最惨的呀 还是郑长青的家人 郑长青的家人 看见陈大坤拿出来的欠条 也是一脑门子汗 怎么回事啊 二十万没拿回来 怎么还道歉了人家八万块钱呢 最主要的是 郑长青去哪了呀 联系也联系不上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 但是郑长青的家人并没有怀疑过陈大坤 因为他们俩关系太好了 这是最好的兄弟 最好的朋友 怎么都不会想到陈大坤 把郑长青杀死了 陈大坤呢 拿出欠条来 催郑长青的妻子 赶紧还那八万块钱的欠款 这真是无耻至极呀 一直到了2003年 郑长青的妻子也拿不出来 这八万 这血不要脸的陈大坤呢 直接把郑长青的妻子告上了法庭 你看 这种无耻的行为 但凡是有一点人格的 有点道德底线的人都干不出来呀 更关键的是 这门官司啊 还打赢了 那两年的时间 郑长青的妻子也联系不上郑长青了 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实在没办法了 把家里的房子也卖了 银行贷款还完之后 剩下的钱就还给了陈大坤了 这八万块钱呢 总算是了了 这陈大坤呢 还假门假式的装好人呢 长青失踪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孤儿寡母也不容易 之前呢 也是我冲动了 我跟长青这么好的兄弟 几万块钱算什么呀 照例说 这八万块钱 我一分钱都不该要 但我也没办法啊 我也欠人家的债 人家也催得紧 这么着 我呀 就要四万块钱就行了 我只要把我这点事弄清楚就得了 剩下那四万块钱呢 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这家伙给郑长青的爱人感动的呀 好兄弟呀 过命的交情啊 你看人家多大度啊 四万说不要就不要了呀 那年头四万块钱还值得钱呢呀 不过甭管怎么说 四万块钱也没有办法保障一家老小未来的生活呀 实在没办法了 郑长青的爱人呢 带着年仅十三岁的女儿远走他乡出去打工去了 那么多年 一直就是郑长青的爱人和女儿相依为命 再后来 郑长青的爱人也因为过于操劳 身体呀 早早的就得了重病 也没有钱医治啊 最后啊 年纪不大就病死了 而郑长青的女儿呢 因为家里生活的这么困苦 也没有办法继续学业 小小年纪就辍学出来打工 而郑长青生前还背负着其他的债务呢 这笔债可一直背到了最后 也就是说 陈大坤不仅残忍的杀害了 拿他当好兄弟的 想尽一切办法全力帮助他的战友郑长青 也毁掉了郑长青这一个好好的完整的家 到了2003年的时候啊 张家界是呢 鼓励干部下乡扶贫 陈大坤呢 就响应号召到了张家界丧植县 要说起来这陈大坤也是有商业头脑 03年的时候 他可就看中了一种经济作物 什么呀 魔狱 现在减肥的人越来越多 是吧 好些个低卡食品 好些个减肥食品 那都是用魔狱做的呀 好些个小零食像什么魔狱爽啊 素毛肚啊 可流行了 03年的时候 人陈大坤就看中了这魔狱的商机 跟人呢 就合办了一个魔狱食品加工公司 公司的名字就叫绿风魔狱加工公司 成立公司之后 那更不上班了呀 专心致志的做起了生意 他本来是下乡去扶贫的 但这一下啊 是把自己扶起来了 专心致志的 做起自家的生意了 三年之后 他这公司的规模越扩越大 业绩 确实挺好 需要重新建一个厂房 这时候啊 就有人给陈大坤推荐了一个包工头 就当地人叫尼维宽 商量好了 那就开始盖厂房呗 一年以后 07年 整个工程啊 差不多快收尾了 陈大坤这一天呢 就跟尼维宽在那闲聊 闲聊的时候 陈大坤就觉得 怎么这老尼 说话有点不着调啊 他是不是专业干工程的呀 陈大坤就认为自己上当了 他认为这尼维宽呢 根本不懂建筑 这种人盖起来的厂房 能不能用啊 所以陈大坤呢 就想着把这工程款赖掉 这时候来陈大坤自己说的理由啊 我个人更倾向于 陈大坤知道尼维宽 懂建筑啊 这厂房盖的也不错 但就是得找个借口 故意把这工程款给他赖了 你想着赖工程款 人家辛辛苦苦干了将近一年 那尼维宽肯定不答应啊 要不上来前 尼维宽一次又一次的 找陈大坤催讨工程款 这一下子呀 陈大坤又暴露出来了 他的恶魔本质 他准备对这尼维宽下手了 于是这尼维宽 就一次又一次的 跟陈大坤催要工程款 陈大坤一开始呢 还哄哄这尼维宽 到后来呀 也撕破脸皮了 我说老年 你根本就不懂建筑 不懂工程 你给我弄一豆腐渣工程 我怎么可能给你钱呢 之前给的你那些呀 足够了 这尼维宽一听 这不不要俩吗 人家呀 就坚持要把这工程款 全要回来 这一下陈大坤 确实是烦了 天天找我要账 怎么才能不要账呢 死了就不要账了呀 弄死他吧 反正之前也杀过人 这回啊 陈大坤找来俩帮手 一个是自己的外甥 叫七国礼 一个是自己 开企业之后 认了一个干儿子 叫钱君 08年4月7号 他呢 就邀请这尼维宽 到他办公室一趟 尼维宽一听 这工程款有戏了 其实啊 这陈大坤和自己的外甥干儿子 就在办公室里等着呢 还是用之前对付他战友的方法 先让这尼维宽 喝点酒 喝点茶 迷晕之后捆起来 逼着这尼维宽写下欠条 欠条的内容是什么呢 工程款已经结清了 同时尼维宽 欠陈大坤十万元 太不要脸了 工程款一分没给人家 这一下尼维宽 反而欠他十万 这一回写完了欠条 陈大坤照样 不会放过这尼维宽呢 第二天呢 陈大坤一个人 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 残忍的杀害了尼维宽 并且熟练的碎了尸 还是跟上回一样 这些碎尸块碎的不能再碎了 扔到了乡下的鱼塘里边 喂了鱼了 那么这十万块钱 这陈大坤要上来了吗 这是后话 咱们先不说这事 再说另外一个事 陈大坤杀了尼维宽之后 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8年5月份 陈大坤再次杀人行凶 这回杀的人是谁呢 叫颜桂兰 一个女人 这个人呢 是云南昆明人 07年的时候 陈大坤经人介绍 就认识了颜桂兰 他们俩呢 关系走得挺近 当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关系啊 不是那种男女关系 颜桂兰在昆明啊 平时也包一些工程活 陈大坤呢 想通过颜桂兰 在昆明拦点活 赚点钱 不过帮着拦活可以 这颜桂兰呢 也狮子大开口 我给你介绍活 你得给我好处费啊 前前后后 朝陈大坤要了将近 二十万的中介费 二十万滑出去了 也没见介绍什么大活啊 陈大坤别说赚钱了 这二十万中介费都没挣上来呢 于是啊 陈大坤意识到 完了 我被骗了 我得跟他要钱去 就跟颜桂兰 要那二十万的中介费 这吃到肚里的 还能给你吐出来啊 颜桂兰说什么也不给啊 不给 行 你不给是吧 陈大坤勒索杀人这点事 那可是熟套子活了呀 这回啊 又带上自己的外甥 跟干儿子 直接到了昆明 租了一个房子 这一回呢 又是好生好两的 跟颜桂兰说 我呀到昆明了 咱们好好谈谈 那二十万 我也不跟你要了 只要你真能给我介绍活就行 如果说 您真能给介绍活了 那我接下来 再给你其他的中介费 那也无所谓 颜桂兰一听 嘿 还有这傻子啊 我骗了他二十万 这还尚赶着给我送钱 那行啊 谈谈吧 陈大坤呢 就把颜桂兰忽悠到了 他租的那个房子那 同样也是 去了之后 好茶好酒的招待着 喝完之后 邦当迷晕了 来 上绳子 绳子一捆 等醒了之后 来 写签条吧 还是那一套啊 这一回啊 颜桂兰 打的这签条 金额可高 多少欠条呢 四十万的欠条 颜桂兰 欠条上写着欠陈大坤四十万 至于欠条打完了 还是跟原来一样呗 杀了吧 碎了吧 陈大坤碎尸啊 每回碎的那叫一个干净啊 碎完以后 踏踏实实的可就回了湖南了 那么这四十万欠条 有没有收上钱来呢 咱们也先不说 后边再聊 陈大坤不是成立了一个摩鱼加工公司吗 这公司是他跟别人合伙开的呀 08年的时候啊 合伙人呢 人家就退了股了 退出了 我不干了 你自个儿一人干吧 陈大坤一个人也干不了啊 再者说了 有人入股 那就能带来钱呢 这么着就又找了一个合伙人 叫郭国刚 其实啊 这郭国刚跟陈大坤也是老熟人了 原来陈大坤不是在张家界武警支队担任政委吗 那时候呢 赶上武警支队盖办公楼 郭德纲就是其中的一个包工头 后来这郭国刚啊 生意越做越大 到了08年的时候 人家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张家界 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购物中心 叫广和购物中心 张家界当地的朋友肯定知道 这广和购物中心 就是人家这老郭的 既然是熟人 这陈大坤找到郭国刚的时候 这郭国刚呢 也就同意了 但是这郭国刚啊 也提自己的想法了 说我入股行 我给你投钱行 我可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啊 你这公司规模也不大 对吧 我那还一摊子生意得忙活呢 郭国刚入股 他这绿丰公司之后 的确很少去公司 人家呢也不掺和 当时啊 绿丰公司生意也比较惨淡 分三次 一共从银行借款了 一共是八百万 为了应付银行的检查 郭国刚跟陈大坤俩人 也没办法的 又以个人名义借高利贷 来周转资金 就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之中吧 俩人就产生了债务纠纷 据陈大坤事后说 郭国刚说是入股 但一直没交付股金 反而好几次把一部分贷款 占为己有了 这么着 俩人这关系啊 是越来越紧张 到了08年5月份的时候 这郭国刚呢 感觉这个公司在干 也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就提出来退股 不干了 当时陈大坤一看 那不干就不干吧 也是在5月份 陈大坤的重新注册了一个公司 叫大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了一系列的这养生食品 就这种低脂食品啊 叫魔女牌 这一系列的食品 还曾经在中国第三届食品博览会上 评为了金奖呢 说起来 这陈大坤也算是有一定的能力 还是很有眼光的 现在我们能够买到的 吃到的好些个这些魔女食品 其实啊 最早就都是来源于陈大坤这个公司里边 注册完之后 就开始找这老郭要债 那没法不要债啊 你之前把好些个贷款都弄你那去了 你得还给我呀 但是这郭国刚啊 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陈大坤说呀 郭国刚好几回面对陈大坤的时候 都跟陈大坤表达了一个意思 大坤 你别逼我还钱啊 要不 我可不客气 陈大坤一听 你跟谁在这张牙舞爪的呢呀 你跟我不客气 嘿 你是不知道我原来怎么跟别人不客气的 他决定要教训一下郭国刚 2008年8月19号下午 这陈大坤呢就跟他的干儿子到了张家界永定区南庄平的民航山庄材点 把房间也开好了 咱们就在这动手啊 之后呢 这陈大坤又把外甥七国礼也叫过去了 还叫了一个七国礼的兄弟 也叫了自己的小舅子秦孟军 一块吃饭等于陈大坤这边一共是五个人 郭国刚呢 也没多想啊 因为之前尽管闹过不愉快 但俩人呢 面上还是比较和气的 还是兄弟相称的 陈大坤这回约郭国刚到餐厅吃饭 那去就去呗 也不能不给人面子呀 晚上十点半左右 郭国刚开着车就来到了餐厅 还是那一套啊 先给他迷晕了再说呀 陈大坤呢 给郭国刚倒了一杯西瓜汁 郭国刚啊身体不太好 所以呢 喝酒喝不了多少 来先喝点西瓜汁吧 正好大夏天的 先消消暑 这西瓜汁里边带料啊 带着安眠药呢呀 郭国刚喝下去之后 这陈大坤呢 装模作样的 拿出手机来 哎呦 这谁一个劲给我打电话啊 这么着 我呢 先出去回个电话 你们陪好了郭总啊 老郭 我去去就回 陈大坤呢 其实是想着 他先找借口离开 让剩下的这几个人呢 弄利索点 把这郭国刚教训一顿 自己再出来打个圆场 然后让他写个欠条 再跟他勒索要钱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老郭呢 脾气也大 身体也不好 剩下七国礼 他们那几个人呢 下手又没轻没重 一下子 把这郭国刚给勒死了 陈大坤回来 这么一看 气的呀 指着那四个人的鼻子 就骂 具体骂的什么 咱不能说啊 说完了 这节目就播不了了 反正陈大坤的意思就是 你最起码把欠条给我写了呀 然后再弄死他呀 现在你先弄死他了 怎么办呢 算了 没欠条就没欠条吧 还是之前那一套 把郭国刚碎尸 扔江里 扔鱼塘里边 郭国刚啊 有个女儿 叫郭文君 郭文君呢 是郭国刚的二女儿 这郭文君呢 在郭国刚出事前两天 刚出嫁 08年8月20号的时候 郭文君是出嫁第三天 那不应该回娘家了吗 回娘家之后 照理说这么大的事 大喜事 哎我爸呢 这郭国刚不在家 这郭国刚的妈妈也说 哎谁知道呢 昨天下午五点左右 他还回了一趟家呢 过了俩小时就出门了 这不到今天也没回来 那给我爸打电话啊 打了 一直关机 郭文君也打电话 也一直关机 哎呦 这可怎么回事啊 那此时此刻的郭国刚在哪呢 郭国刚啊 早被陈大坤他们给埋了 就埋在了 大坤公司的魔芋厂附近 把郭国刚的物品 也都给烧毁了 随后陈大坤 把郭国刚的车 开到了长沙芙蓉南路 把车窗玻璃打开 钥匙插在车上 就盼着哎有哪个贪便宜的人把这车赶紧开走了吧 随后陈大坤又打算制造郭国刚为了躲债外逃的假象 安排他的儿子外甥 分别拿着郭国刚的身份证 银行卡以及手机 分别赶到广西河南等地使用 这也算扰乱警方的侦察视线 八月下旬的时候 张家界呀 就一度传开了 说郭国刚啊 因为躲债给跑了 确实这郭国刚真是欠别人的债 广和集团呢 向老百姓集资过 这谣言一出 投资的老百姓不干了呀 那不行啊 你得把人找出来呀 就都跑到广和去闹去 要钱去 这事啊 算是闹大了 警方呢就介入了 查来查去 最后发现散播谣言的 就制造谣言的 竟然是陈大坤 再一查 郭国刚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跟陈大坤打的 自然而然的 警方就怀疑到了陈大坤 最终经过深入调查 警方也掌握了大量的线索 2008年9月13号 陈大坤和他干儿子呀 外甥啊 这几个同案犯 在桑植县聚会的时候 让跟踪已久的警方 一举抓获 因为警方证据确凿啊 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 这陈大坤呢 就如实供述了郭国刚案件 除此之外 还交代了 郑长青 尼维宽 还有颜桂兰 这三起案子 承认杀了他们 并且碎石抛石 接下来 咱们该解开之前 为大伙卖的关子了 除了郑长青那假欠条的八万块钱 他要了四万之外 尼维宽那假欠条 跟这颜桂兰的假欠条 他呢拿着欠条 跟家人要钱 还一分钱都没拿到的时候 陈大坤可就被捕了 也就是说 从头到尾啊 几条人命啊 最后这陈大坤呢 嘿 也没因为这事发财 而警方在进一步侦破过程之中 这颜桂兰的尸体 尼维宽的尸体 郑长青的尸体 都找不到了 咱之前不说了吗 碎石碎的太碎了 据陈大坤交代 颜桂兰死后 是把尸块扔在了昆明滇池 尽管警方在出租屋里 发现了颜桂兰的血迹 但一直没找到他的尸块 而尼维宽的尸块呢 被扔到了长德 原江大桥段的原江里面 各位想啊 他这扔的都是这种大池子 大江大河 那怎么找啊 那都碎的跟肉馅似的了 最终2010年4月份 陈大坤案在张家界 第一中级法院开审 最终陈大坤 以及他的外甥七国李 犯故意杀人罪 非法拘禁罪 私藏弹药罪 数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其他的同案犯 也分别被处以 有期徒刑12年 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刑法 陈大坤被执行死刑 是在2012年8月31号 那天早上6点钟 郭文军也就是郭国刚的二女儿 就守候在刑场对面的张家界市殡仪馆门前 他说呀 他要亲耳听到仇人被枪决的声音 2012年2月9号 张家界纪委也向全市下发了文件 蜕变警示录 要求大家深刻的剖析和反思陈大坤蜕变的过程 陈大坤在狱中的时候啊 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蜕变 在这篇文章里 语重心长的告诫后来人 不要像我现在这样悔之不及 同时也充满了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对妻女的爱恋 对师长的尊敬 不过一切为时已晚 行了 这个案子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